不愧是西瓜的產季 有夠甜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西瓜加點乳液還那麼的好吃 哇塞超好吃的 這真的不是業配 今天真的很幸福 以後要多拍一點這種冰品的體驗 好好吃喔 進去的時候是整個包覆在一起的 真的超爽的 太好吃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系列啦 超熱 跟大家說今天外面的室外溫度呢 大概有35度 沒錯我們的夏天來啦 那想到夏天呢會想到什麼東西呢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想到吃冰 在那麼炎熱的天氣呢 吃一碗冰呢 絕對是非常的消暑 我覺得呢夏天會想到的冰 有兩種 第一個呢就是芒果冰 第二個呢就是西瓜冰 沒錯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西瓜冰 我們今天挑選了兩間 非常特別的西瓜冰店 把西瓜挖成一球一球的那種王美冰 那究竟王美冰到底是只有長相 還是其實也蠻好吃的 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去第一間店吧 好我們已經進來店面了 沒想到現在的時間大概是下午3點左右 店內竟然幾乎客滿耶 超誇張的人超多 然後還有它的店面啊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有這種夏天海灘的感覺 主要的配色呢就是白色加藍色 算是蠻簡單的 但是也蠻舒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菜單 我們今天主要呢就是要吃西瓜冰 它其實每一個餐點還蠻有特色的耶 像是它有這個叫做美露恐龍 然後是用美露做成的冰體 然後上面灑上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現在還有這個芒果雪霜 夏天必備的嘛 那價位上都130到225算是蠻親民的喔 好啦那我們就去點餐吧 耶 冰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150的份量其實我覺得算是蠻划算的耶 我們來數一下西瓜有幾顆 1234567 13顆小的這種西瓜球 然後它的冰體的部分呢 看起來像是用西瓜去做成的雪綿冰 那我們話不多說直接來開吃吧 而且它還有附贈這個煉乳 就是如果你覺得不夠甜的話呢 聽說好像是想怎麼加就怎麼加 嗯 嗯 這個冰的部分啊 西瓜的那個香味非常非常的明顯 它不會很甜 那如果你想要再甜一點的話呢 那你就自己再加一些煉乳 它煉乳的味道不會很出來 我們吃一般的雪綿冰或者是一般的剉冰 煉乳的味道都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不過我覺得它西瓜的味道真的太香了 所以煉乳吃下去呢 比較像是增加它的甜味而已 它西瓜球的話呢還是有一些會有籽籽 不愧是西瓜的產季 有夠甜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而且我從來都不知道 西瓜加點魚還那麼的好吃 哇賽超好吃的 這真的不是業配 這真的很好吃 它如果住我家附近 我一定每個禮拜都會來吃 150划算了 我覺得搭配妹妹B一起吃的話呢 它更可以提高這個西瓜的那種 涼爽的感覺 不知不覺 這碗冰的西瓜已經快被我吃完了 登登 太好吃了 直接把它吃光光 那其實這碗冰呢 讓我覺得還蠻驚豔的 因為它感覺呢 像是用西瓜直接下去做成的一個天然的綿綿冰 我其實本身呢 是沒有那麼愛吃綿綿冰的 但沒想到今天吃到這個綿綿冰啊 不但不會太甜 然後它的香味呢又超出來的 完全就像在吃一個很冰爽的西瓜 那我覺得這碗冰的評分呢 可以給到 9點5分 唯一這個小少一些小遺憾的點 它的西瓜球裡面也有指吧 其實也不算是什麼缺點啦 就是我個人自己的一點點小小的 小小的扣分這樣子 好啦我們直接前往下一家店吧 嗨 我們來到第二間冰店啦 這間冰店在板橋 好像蠻難停車的 這兩間冰店生意都超好的 像這間冰店因為它的店面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來外帶 不過超多的路易不絕 那這個裝潢的風格跟上一間就有超大的差別 超級美式工業風 但不同的感覺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的菜單 其實它的冰品還是有蠻多種的 夏日該有的芒果跟西瓜呢它都有 看起來有點厲害喔 這邊還有一些不是冰品的東西 提拉米蘇啊或者是一些千層蛋糕等等的 然後也有飲品 其實也算是很便宜的喔 也大概都是在130 然後最貴的也才160塊而已 那我們一樣是要來吃這個 小丸子涼西瓜 我們馬上去點餐吧 哇這個冰也太大了吧 超級豐富的耶 一整面全部都是西瓜球耶 我馬上還有附這個一球的冰淇淋 看起來是香草冰淇淋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吧 先從它的剉冰開始 這感覺一挖下去整座山都會倒掉耶 哇 剛剛老闆呢還特別有過來說 這碗冰呢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連這個剉冰的部分呢 都是用西瓜圓汁下去做成的 那我吃起來的口味呢 其實它雖然是剉冰 它吃下去那個冰啊做到非常的細緻的 吃起來呢是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還偷問了一下老闆 這個已經跳脫了雪花冰 也不是綿綿冰也不是剉冰 那我們就把它歸類為老闆特製的冰吧 大家來吃吃看就知道了 然後它西瓜的香味呢也非常的出來 比較濃郁一點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它的西瓜 拋到會掉下來 也很甜 口感上比上一間更脆一點點 它下面的西瓜呢 就有像上一間那種比較綿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應該就是部位的不同 它可能外層的部分比較清脆一點 然後到最內層的部分呢 它就會是比較綿密的 然後可能也會比較甜一點點 它應該算一算 有快20顆西瓜球 今天真的很幸福 以後要多拍一點這種冰品的體驗 好好吃喔 我覺得它這個香草冰淇的部分是很加分的 口感上就會有非常大的差別 吃進去的時候是整個包覆在一起的 我剛剛吃到現在呢 目前還沒有吃到需要土子的冰球 這我覺得是很爽的 真的超爽的 太好吃了 像冰淇淋呢跟煉乳這種 都是比較甜一點點的 讓它的味道呢 多了一個甜 還會多一個奶香 所以呢煉乳的話 如果大家愛吃 可以請老闆多加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奇異果啊 是用來中和掉那個甜味 而且它的奇異果不會加到太多 它就不會搶到整個西瓜冰的風味 好啦那我們今天兩間冰店呢 都已經吃完了 欸說真的 我真會挑 兩間都是非常棒的冰店 最有特色 兩個都才150塊 尤其是這一間店 它還有20顆的這個西瓜球 還有冰淇淋 還有奇異果 真的超誇張的 究竟這間店可以獲得幾分呢 9.6 那為什麼它會越勝一筹呢 除了它的CP值 比較大碗 它加上呢 這些東西都 monicb 都可以讓整個西瓜冰的層次變得更多 吃法有更多種 非常的棒 我們今天吃了兩間店 第一間店呢 是在這個士林的花長選 第二間店呢 是在瓣喬的正元冰店 那推薦大家 我覺得都很棒 都可以來吃吃看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一定會有下一集的 掰掰 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吃西瓜的時候 是屬於兔子派還是不兔子派 但是我自己小時候因為很懶 所以都不太兔子 但自從你知道家長的玩笑 說什麼吃子下去啊 然後什麼肚子裡面會長西瓜 從此以後呢吃西瓜都會兔子 爽